澳門基本法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社會的穩定和繁榮 困離不開 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的良好發展 回歸以來 在中央政府支持 以及澳門基本法的保障下 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不斷取得新成果 澳門政治、經濟和社會持續穩健發展 澳門居民享有教育、醫療衛生 文化、體育、社會保障等權利 就像澳門基本法第25條規定 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不因性別以受到歧視 此外 基本法更明確表示 婦女的合法權益受到澳門特區的保障 例如 澳門婦女在完善的苦科醫療體系中 享有多項免費的醫療服務 澳門居民不分男女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 澳門婦女的就業權益和薪酬待遇 獲得公平保障 女性僱員增加有生產價由56天至70天等 可見 基本法作為澳門特區的基本大法 對男女平等及婦女權益作出明確保障 讓兩性在醫療、教育、就業、安全和福利 獲得保障和發展 好看 好看 感谢观看